OK,好,大家好,我是王一辰 今天由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支付中的那些常规操作 这次session的主旨主要是让所有对支付感兴趣的开发者 能够更深入的了解支付 以及其底层的一些原理以及逻辑 帮助大家获得一个更加全面而透彻的支付认知 我先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我是来自SoulWorks的高级咨询师王一辰 曾经在国内外的多家对冲基金 担任高级软件工程师的职位 对FinTech有多年的工作经验 现在致力于SoulWorks澳洲线的某支付平台的设计与开发 对系统架构,解决方案设计,微服务设计都有多年的经验 再回到这个话题本身 对于支付呢,其实不得不说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里面涉及的领域和内容都很泛很杂 鉴于时间因素 在讲解阶段可能会没有办法及时的回答大家的问题 所以大家在session过程中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打到弹幕上面 活动助理会记录下来这些问题 我在最后的一个环节 问答环节会统一作答 并且抽取几名幸运观众 OK,那我们就开始 第一部分是今天我讲的主要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分别是何为支付 支付中有哪些重要元素 支付的主要渠道 在线支付与支付欺诈 以及在实现支付功能路上的那些坎 基于我个人的工作实际经验 支付内容的介绍主要是以澳洲支付为背景的 不过就支付原理和流程大体来说 各个国家都大差不差 所以我相信对于国内想要了解支付的开发者 或者朋友来说 这次的session也可以作为一次借鉴 可以抛砖引玉 可以从中管中窥豹吧 我觉得 所以帮助大家了解支付行当中的那些事情 OK 第一个关于支付 什么是支付 可能大家都很清楚 因为每天支付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支付很早 其实支付很早就已经成为了 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元素 支付几乎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大到国际贸易交易 小到到超市里面去购买柴米油盐 都和支付息息相关 但是支付具体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 这里是我查了维基百科的一个定义 他指的是说 一方自愿向另外一方提供金钱 或其等价物或有价物品 以换取另外一方提供的商品或服务 或履行法律义务 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 支付其实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不过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变化与更迭更替 支付对于我们来说变得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直接 其实想一想支付还不简单 无非就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无非就是动一动手指头 可是在支付后台到底发生了哪些操作 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所以作为开发者的我们 如果想要了解支付功能 或者集成支付渠道 了解底层的支付原理 是必不可少的 这也是我这次session主要要讲的内容 在介绍主要的支付渠道之前 我想给大家先讲解一下支付中的重要元素 可能大家会说支付中的重要元素 有什么可讲的 无非不就是商家客户收钱系统 这是我们明面上可以看到的一些支付重要元素 可是还有一些元素我们是看不到的 他们其实在整个的支付流程中 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里我会以一个客户通过在线商城 购买商品的支付行为 来给大家展示支付中到底有哪些元素 首先客户提交 比如说客户在在线商城想购买一件物品 他提交订单 订单在线商城会发起支付 将支付请求发给支付网关 所以支付网关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支付网关会将发起的支付请求 转发给支付机构 支付机构也叫Payment Processor 或者Core收单机构 支付处理机构 接着会将支付请求进行一个结算支付 将钱打给相应的银行 银行则会把钱转到商家所在的银行账号中 这个时候商家就拿到了钱 所以支付的整个流程 实际上是从客户掏钱开始 到商家收钱为截止的 而且在里面可以看到支付网关 支付处理机构 以及银行 这些重要元素 其实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只是我们明面上看到的客户商家 在线商城 在讲完了支付的重要元素之后 我会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支付 到底有哪些渠道 OK 我其实归类了一下 大概的支付渠道 现在来说主要是有这么几类 一是现金支付 第二类是卡支付 卡支付又包含了借记卡 信用卡支付 还有我们都非常熟悉的Post机支付 第三类支付是银行转账 第四类支付是账单支付 第五类支付支票支付 还有一类是先买后付 也叫Buy Now Pay Later 这也是一类新兴的支付形式 后面我会详细一介绍 首先是现金支付 现金支付指的是什么呢 现金支付实际上指的就是 交易双方以纸币或者硬币的形式 等的实物交换 比如说我们的主人公小丽 他拿了500块钱 到小米的线下商场进行购物 要去买一个加湿器 当他把钱交给线下商场的工作人员的时候 并且拿到加湿器的时候 就完成了一次支付行为 这就是所谓的现金支付 可是我们其实慢慢的 我们其实也已经注意到 这种现金支付 已经慢慢的在退出历史的舞台 其实大家可以细想一下 到底有多久没有使用现金了 我还仔细想过一次 还想仔细想过一下 其实好像除了过年期间发红包 还会用到现金 不知不觉中现金好像慢慢的 像红包一样成为了一种历史文化的沉淀 总而来说呢 这种现象的发生 主要是由于支付界然然的新生 然然新兴 电子支付的诞生所造成的 OK 在介绍完了 在介绍完了现金支付 我刚才也提到了电子 电子支付 那在电子支付里面呢 卡支付绝对是很有分量的一个 这里我会给大家分别介绍 线上卡支付 以及线下卡支付 线上卡支付呢 其实又分为两步 第一步叫做授权 也叫做authorization 在授权里 这里我们还是以小利为例子 小利 他拿了一张汇丰 汇丰银行颁发的信用卡 登陆 使用他的电脑 登陆亚马逊 亚马逊商城进行购买加湿器 他将请求 他将请求发送 支付请求 发送给亚马逊商城 说我要买一台加湿器 这个时候后呢 亚马逊商城会把请求 支付请求 发送给支付网关 支付网关在收到了支付请求之后 就会将请求 再转发给对应的收单机构 收单机构在收到了 这个支付请求之后 将会把这个请求 再转发给卡组织 卡组织 其实是由多个 卡 scheme scheme 组织构成的 里面包含有 Visa Mastercard emax 银脸 等等卡组织 由于我们看到 小利是用的是 Mastercard 颁发的 颁发的信用卡 所以 这个时候 收单机构会把这个请求 转发给Mastercard 卡组织 然后呢 卡组织 Mastercard 会会联系 他的发卡行 也就是汇丰银行 告诉他 这里有一笔授权请求 发卡行就会进行检查 检查这次的 检查当前 小利的卡上的余额 是否还有 或者是他的信用卡额度 是否满足这次支付 来决定是否授权这笔支付 如果一切都满足 则将授权成功的这个结果 返回给收单机构 收单机构将返回的 将这次支付的结果 返回给支付网关 支付网关告知商家 商家再返回结果到支付页面 这个时候买家就可以从 商家的网站上看到支付结果 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支付流程 怎么说呢 线上支付其实在业界的 业界是有商业标准的 比如说他的支付网关 需要在返回支付结果的时间上 是有严格标准的 当前是以三秒作为标准 也就是说 从支付网关发起请求 到支付网关 收到支付结果的时间 是三秒钟 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觉得可能习以为常 但是对于程序员的我们来说 或者是对于我来说 还是相当震撼的 其实为什么呢 就因为支付请求 其实经过了很多方系统的 处理传输 并且共同协作 并且还要再做到三秒内完成 还是相当具有技术挑战的 这里讲的 这里讲的就是一个授权的过程 其实授权完了以后 对于小丽来说 他认为我的这笔支付就结束了 但是对于整个支付流程来说 是还是没有结束的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商家来说 我还没有收到钱呢 那商家如何收到钱 这就是线上卡支付的第二步 也就是说 清算与结算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每天商家都会将授权过的一笔支付 授权过的所有支付 发给对应的收单机构 收单机构呢 就会进行对账 reconcile 然后把对账后的一批支付交易 发给卡组织 卡组织会联系发卡行 发卡行会发起一笔debit收款请求 并在扣除手续费后 向收单银行所在的银行账户里面 credit转入相应的款项 这个时候 商家才会收到相应的钱 一般clearing 一般clearing settlement 发生在支付当天 如果支付的 在澳洲的话 其实不同的银行可能不太一样 在澳洲的话那边 如果交易支付发生在6点之前 当天6点之前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会发生在当天 清算与结算会发生在当天 然后那个商家会在第二天收到钱 但是如果支付发生在6点之后呢 清算与结算会发生在第二天 那么第三天商家才会收到钱 这是根据普通门银行 这块的清算结算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这里就是一个 整个的一个线上卡支付的一个流程 那讲完了线上卡支付 我们再来看一看线下卡支付 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也并不陌生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去商场里面 去使用自己的信用卡 或接机卡进行刷卡 都会使用的 使用到的一种支付方式 Post机支付 在澳洲那边叫做EFT Post 在国内叫做Post机 其实流程也很简单 就是使用卡去通过Post机 发起支付请求 然后收单机构的Post speech 会将请求发送给发卡行 这种支付方式呢 其实也在慢慢的沉寂 被其他的一些电子支付方式 渠道所取代 比如说先买后付 后面我会讲到 还有微信支付宝所取代 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下一种支付方式 是银行转账支付 指的是把钱 从一个银行账号 转移到另一个银行账号 澳洲呢 其实有两种转账模式 一种叫BEX 就是Bark Electronic Clearing System 一种叫NPP 也称New Platform New Payment Platform 这两种转账模式呢 其实它最大的特点和区别 就在于BEX的话 它的处理时间 一般是T加2或T加3 NPP的话 一般的到账时间 可能会在10分钟以内 会非常快 这里我会给大家 大略的介绍一下 BEX的整个流程吧 比如说一个客户 他所在的银行是ANZ银行 他申请从ANZ银行 ANZ是澳洲的一家本地银行 他申请从ANZ银行里面 他的账户 他的seeming account里面 去转账100刀 到指定的另外一家 叫Westpac银行的账号中 这个时候呢 会做什么 什么呢 其实在ANZ银行 他会从客户的账户的账户中 debit扣款100刀 并将100刀 credit打入代表Westpac的 代收银行的holding account里 接着ANZ会将当天所有的Westpac 与Westpac相关的交易 生成一个第一file文件 上传着SITP 上传着Westpac的SITP 其实在银行中 当前SITP还是一种广泛被使用的 信息交流的工具 当Westpac作为收款银行 收到第一file以后 他会向收款人账号打入100刀 并将100刀debit扣款 寄到了代表ANZ 代收账户的holding account上 这个时候其实收款人 就会收到这100块钱 但是其实细心的 你们可能会看到 这个时候其实Westpac和ANZ 并没有发生任何钱的转移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转移呢 就是下面这一步 在澳洲有一个叫做 Reverse Bank of Australia 它会做真正钱的转移 当第一file被处理以后 净结算金额 就会被Reserve Bank 从两家银行的 Exchange Settlement Account 进行转移 也就是ESA 这里可以看到 实际上我们是把钱 从ANZ打到Westpac 那也就是说 从ANZ的ESA account 转到Westpac的ESA account 接下来呢 当Reserve Bank 处理完这个转账之后 Reverse Bank银行就会收到结果 并发送Response 第一file 来表明交易已经结束 同时两家银行会分别对账 去对他们的ESA 就是Exchange Settlement Account 以及他们的代收账户 Holding Account 这就是整个的一个 银行转账的一个整个流程 下面是NPP 这里我就不详细讲了 因为NPP和BAC是比较类似的 无非是NPP引入了另外一个服务 叫做Fast Settlement Service 是一种快速支付的服务 能够保证这种支付 到账能够在分钟级完成 接下来是账单的支付 在澳洲呢 其实他们有一种叫做BPay的支付方式 BPay是澳洲所 澳大利亚所特有的一种支付方式 允许电话银行 或者是网上银行的用户 通过他们的银行 来支付他们的账单 包含支付 并将钱支付给账单所在的银行 账单处理 账单支付的是怎么处理的呢 比如说Telstra 它会产生一些电费账单 发送给客户 客户在收到电费账单以后 它会到 它会使用其所在银行的 BPay功能进行支付 可以通过 Ether是网上银行 或者是电话银行进行操作 接下来呢 Westpac 比如说它用的是Westpac银行 这个时候 客户银行就会从客户的账户上 扣除账单的费用 然后呢 通过BPay把钱打给账单所在的银行 这里 BPay其实相当于是一个中介人的作用 它会从两家银行分别收取交易费用 接着 账单 账单所在的银行 会在扣除或交易费后的钱 转移 转入到账单所在的账户 并通知开账单的人 也就是Telstra Telstra就会将账单显示为已支付过 这就是一个整个账单支付的一个流程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支票支付 支票支付呢 指的是 指的是支票签发人向其银行发出的 向指定收款人支付指定金额的命令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对支票的接触比较少 而在电影中经常会看到支票 一般代表了一大笔钱 那么支票到底是怎么支付的呢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签发了作为支票的签发者 给收款人开了一张支票 这个时候收款人在Day1第一天 将支票投入到支票签发者所在的银行 支票签发者所在的银行 他们就会对这张支票进行扫描 并将扫描件发送给清算中心 也就是Clearing House 清算中心完成清算后 就会将这张支票扫描件发送给收款人所在的银行 收款人所在的银行会查看支票签发者 所在银行的账号里面是否有足够的钱 如果充足则debit支付金额 在第二天 到了第三天支票通过了以后 收款人就可以收到钱了 然而如果签发者的账号存款不足的话 收款人所在的银行就会拒绝这张支票 同时呢会通知通知这个收款人这张支票被拒绝了 也就是说不管不管怎么样 当我投入从我投入支票的第一天起到了第三天 我要么会收到钱 要么会得到一个通知说支票被拒 这就是整个支票支付的全流程 下面就到了先买后付这种支支付形式 先买后付其实是一种允许立即购买 然后分期支付的一种支付方式 是一种新兴的支付方式 它里面的代表公司有哪些呢 在澳洲有Afterpay, Zip, Kalina 在中国的话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蚂蚁花呗 这就是这都是一种 这都是先买后付 BNPL的支付方式 那到底什么是Buy Now Pay Later 先买后付呢 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小丽又来了 小丽她想在Mayer上面 Mayer是澳洲的一家百货公司 也提供在线支付 小丽作为Afterpay的用户 她想在Mayer上进行一个电子购物 她使用了Buy Now Pay Later这个功能 当她买下某个产品的时候呢 Afterpay作为Buy Now Pay Later的提供方 她会当下给Mayer支付金额 支付的金额是全款减去交易费 交易费是大概是两到五个点 其实是相当高了 接着呢 小丽就可以作为Afterpay的客户 就可以通过分期卡支付 或者是银行转账的形式来去还钱 总的来说呢 先买后付 其实是建立在已有的一套支付体系里面的 只不过玩出了一些新的花样 不过先买后付 对于信用支付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 信用卡支付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并且从数据上 近期的一些数据上来看 可以看出信用担保 正在从卡组织转移到Buy Now Pay Later机构 还有哪些呢 是不是大家会疑问 我为什么没有提到支付宝 微信这些 OK 在国外 类似的支付方式 还有PayPal 有Apple Pay 在国内呢 是微信支付宝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 异军突起的支付方式 他们结合了更为先进的支付理念和技术 比如二维码 比如电子钱包 NFC 并排化卡支付 并结合了现有的老牌支付渠道 比如线上卡支付 银行转账支付 是支付更加的方便和容易 你只需要动动手指头 钱就可以飘洋过海 好 在给大家介绍完了支付 支付渠道之后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其实所有的新兴的重量级的支付方式 基本上都是围绕在线卡支付 来展开的 嗯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在线在线支付 以及支付绕不开的另一个话题 支付欺诈 在线支付 下面我先给大家看一组 一组数字吧 也指2021年 嗯 电子商务市场的流水 高达了4.9万亿美元 2018年在线卡支 在线支付达到了10% 占比总支付的10% 预计2022年将达到17% 底下是一个趋势图 其实可以从趋势可以看出来 在线支付 必将在将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 重要的地位和角色 就像 嗯 在线支付蓬勃发展 但是就像所有的事故一样 凡事都有两面性 在线支付虽好 却引发了另一个问题 支付欺诈 下面是一组数字 同样是一组数字 大家可以看一看 支付欺诈对全球的影响 2018年 全球大概有82%的公司 受到了支付欺诈的影响 预计2018到2023年 在线商户将由于 由于支付欺诈的损失 将达到13亿美元 同时呢 有人计算过 每一刀 欺诈 引起的退款 都会产生额外的 2.94刀的商业损失 其中包含了退款费啊 欺诈调查 商业追溯 软件安全加固 等等 其实不光 支付欺诈会影响钱 还会影响民省 因为客户 他是不会去怪支付欺诈的 而是会去怪 责怪商家做的不够好 从而商家丢失客流 右边这个是MRC公布的全球欺诈的一个调查结果 其实可以看到啊 支付 深蓝色 深蓝色代表的是支付欺诈 支付欺诈 引起的损失 占总营收的百分比 其实可以看到支付欺诈所引起的损失 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来说 都占 总营收百分比 都超过了1%以上了 有些地方为了防止支付欺诈 支付 可以看到这种天蓝色的部分 天蓝色的这个 这个 这个颜色代表的是巨单 在某些地区 比如说非洲 他们的支付巨单率达到了20%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比率 虽然这样可以控制支付欺诈带来的损失 但是呢 可以带来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它引发的效果是极差的支付体验 也就是说 即使有一点的可能 可疑的可能性 它都有可能直接锯掉 并成着宁缺乌滥的原则啊 真的是 真的是 所谓的谈期色变呀 OK 支付欺诈 刚才讲了支付欺诈的一组数字 那么到底支付欺诈是什么 它的流程是什么呢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的小丽又来了 这次 他去 他去商场 但是不小心他的卡被偷了 或者是他的卡信息被盗 这个小偷呢 在拿到了他的卡信息之后 使用卡信息 在线支付 登到在线商城进行购买商品 同时非法获得了这样子的商品 小丽在 在月末的时候 查看自己的月末报告 信用卡报告 发现 有几笔支付并不是他自己做的 于是 他就去银行 报告欺诈行为 要求退款 这个时候呢 银行会 银行会发起退款 要求商家将钱 退还给 发卡行 大家可以细想一下 这里谁最惨 当发生支付欺诈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想到了 这里最惨的是商家 为什么呢 首先 当支付欺诈发生的时候 商品 网购商品被小偷过去 第二 商家还需要退款 给发卡行 这就是 所谓的人才两空 同时还要支付 支付退款的手续费 更加的雪上加霜 所以 对于商家来说 支付欺诈 是非常 非常严重的 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在国外呢 其实有很多 支付欺诈的类型 就比如说 有一种叫做 friendly fraud 也叫自导自演 这种支付欺诈 具体就是说 有些 有些客户 他会先购买 买回来了以后 声称自己没收到 然后呢 继而又去银行 要求退款 还有一些 支付欺诈 是一些钓鱼网站 比如说支付者 以为自己的支付是正常的 结果呢 支付 支付 产品之后 却寄给了 欺诈者 再者就是 由于卡信息的泄露 也是支付欺诈 横行的一大推动助理 截止2013年 有人统计过 大约有1.4亿份 卡信息被盗 而且在暗网上 大肆 出售 这也是造成支付欺诈 泛滥的一个原因 对于商家来说 支付欺诈真的是 如盲在被 如何能够防范支付欺诈 在支付界里面 有这么几种方法 第一种 不断加强的规则引擎 也称作 Rule Engine 其实 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 对于程序员来说 无非就是一些 if else 就比如说 有些商家 他非常清楚 自己的业务 他可以定义 我的这些 我的这些支付 需要发生在某个区域 它的发生的时间 它的发生的金额 需要在什么样的范围内 如果不在这个范围内的话 我就会 阻止这个支付 这就是 这就是一些支付 规则引擎 第二种呢 是机器学习 就是说 我们现在 可以去训练一些模型 通过模型 来去防范支付欺诈 最后一种是 图形数据库 进行链接分析 这些都是一些 现有的一些 防范支付欺诈的方式 当然了 在业界也有一些 专门搞 做防支付欺诈的公司 比如说这里列出来的四个 比较有名的公司 比如说 EMVCO Ratio Frault.net 还有Founter 这里我会给大家 重点介绍一下 EMV3D Secure 这个其实也是3DS2.0 我们俗称的3DS2.0 为什么要介绍它呢 它实现了责任转移 什么是责任转移 责任转移是 对3DS 实际上就是 对3DS授权的交易的 欺诈行为 责任将会从商户 转移到发卡行 这无疑是对商户的 一大福音 所以很多的大部分的商户 都非常拥抱3DS 3DS3D Secure 也就是我们刚所称的3DS1.0 是由CA Technology和Visa 联合推出的 稍后被Mastercard 以及Amax采用并使用 但是虽然3DS 有助于减少欺诈的数量 并对持卡人和商户 提供了额外的安全保障 但是它并不能解决 所有的问题 首先呢 3DS在结账过程中 增加了一个额外的 并且不可跳过的步骤 不可跳过的验证步骤 使交易过程过于复杂化 在结账期间 持卡人需要单独的 在弹出的页面里面 输入他的一次性密码 这会中断客户的购买过程 扰乱客户 并且有可能导致转化率的下降 同时 3DS 1.0仅支持浏览器 它不支持在Apps里面的支付 于是 在2016年 EMVCO公司 推出了EMV3D Secure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3DS 2.0 它是意在符合 欧盟安全健全标准的同时 改进3DS 1.0的一些明显的短板 它的好处有哪些呢 分别是它支持 它支持了在手机 还有其他设备上的 InApps的支付 同时允许商户将 身份验证过程 集成到结算体验中 同时使发卡行 能够对交易授权 执行基于风险的决策 从而极大的减少了 赤卡人与发卡行之间 发生的额外的身份验证流程 极大的提高了用户的支付体验 讲了这么多 对于开发者来说 肯定很关心3DS 2.0 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3DS 2.0呢 实际上是对于3DS的client 就是客户 它会 它在进行支付之前 它会做一个认证请求 发送给在线商库 在线商库的3DS server 会发请 将这个支付 认证请求 转发给DS server DS server是什么呢 DS server叫做directory server 其实就是卡组织提供的 不同的卡组织 不同的卡 scheme 可能有不同的 肯定是会有不同的DS server 比如说Visum 它有自己的DS server emax有自己的 银联也有自己的DS server DS server在收到认证请求以后 它会将这个请求 转发给ACS 也叫做assess control server assess control server 是由发卡行维护的 认证 当认证发到ACS之后 ACS会对这次认证 进行一个基于风险的决策 然后将 将3DS的response 返回给在线商户 如果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这次风险 ACS觉得这次认证风险 比较低的话 它就会 在线商户就会 直接继续进行支付流程 然而如果ACS觉得 这次的认证存在一定的风险 这个时候 它就会发起一个挑战页面 这个时候 在用户的browser 就会跳转到ACS的挑战页面 进行一个持卡人的身份认证 它需要去填 比如说填一些OTP 就是一次性密码之类的东西 在认证结束之后 ACS将会把认证结果 发给DI server 通知在线商铺 同时会通过前端页面 发送给客户 当整个3.s验证结束之后 就可以在线商户 就可以继续进行支付流程了 这里可以看到 我刚列的绿色实线 是表示的frequency flow 也就是无摩擦的整个流程 然后红色部分是challenge flow 就是我刚说的挑战的流程 然后绿色虚线代表的是payment flow 就是支付流程 3.s2.0机构 EMVCO 3D Secure机构 其实做过一个统计 在2.0的里面 无摩擦的占比大概达到95% 所以它可以极大的提高用户体验 减少这种challenge页面的弹出 好在讲完了3D Secure 在讲完了欺诈之后 就不得不再聊一聊 实现支付功能上遇到的一些卡 Pandata 这个是在所有做支付的开发者 或者是朋友都会听到的一个名词 Pandata到底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Primary Account Number 指的就是卡号 就是用来唯一标识 发卡行与吃卡人的账号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数据 Cardholder Data Cardholder Data 是指的是吃卡人信息 包含了Pandata 卡号 吃卡人 姓名 过期时间 CVV 底下这幅图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的一张信用卡 信用卡上会包含所有的吃卡人信息 这些吃卡人信息 也是非常非常 sensitive 非常敏感的信息 是不容 不容泄露的信息 就是刚才可以看到 就是支付欺诈里面 就是由于 主要的主要原因 就是由于丢失 吃卡人信息所导致的 接下来是PCI DSS PCI DSS是什么呢 Payment Card Industry Data Security Standard 是支付卡产业数据安全标准 是一个全球化的 一致性的数据安全措施 它是为了 它是提供了一套保护 吃卡人数据 数据的技术和操作的 基线要求 保护的数据 就是吃卡人信息 就是前面给大家介绍的 PCI PCI它关注的点 主要有这四点 比如说它会关注于 建立并维护安全的网络 维护漏洞管理的程序 实施严格的 损储控制措施 定期的监控 并测试网络 PCI会进行每年 会进行年审 以年审为单位 进行审计 PCI的审计流程 主要包含了五部分 第一部分是准备评审 准备评审的时候 PCI的工作人员 就会和开发人员 进行一个评估 到底我们涉及的这种 支付内容 到底会落在 PCI的哪一个范围内 就是不同的范围 可能需要回答的问题 是不一样的 比如如果落在了 SAQ-A的话 只需要回答22个问题 SAQ-D的话 需要回答329个问题 大家不要小看这些问题 每一个问题都需要非常 缜密的答案 以及相应的文档去支撑 还有可能需要一些文件去支持 在做完准备评估工作之后 还需要去做 做完准备评估之后 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范围之后 就需要做文档工作 以及网络系统改造 接下来是文档评审 然后第四步是现场评审 现场评审是PCI的工作人员 就会到现场来和我们去过一些比较敏感的代码 会去看一些有没有可能存在的问题 如果第四步也过了 到了第五步就是报告完成并提交 大家不要小看PCI 其实PCI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流程 我们的产品线上旁边有一组 他们在维护一个支付网关 他们每年都是需要去做PCI审计的 每年大概需要花三个月时间 去完成一套PCI审计 所以是相当重 相当重的 每次听他们说起 都说做完PCI相当于掉了一层皮 OK PCI审计非常重 而且支付网关的实现也非常复杂 所以一般情况下 商户或者是在线商城 都不会自己去实现 或者是开发支付网关 而且使用一些现成的支付网关 来实现支付功能 至于我们如何去集成 现有的支付网关 又有一些不同的门道 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种叫做深度集成 我们可以使用支付网关提供的一些深度API 进行支付功能的开发 这个时候呢 Pen Data会流经系统 它导致的结果也非常明显 我们的PCI足迹非常重 我们的PCI scope 非常就会比较深 那也导致的我们每年需要做PCI审计 要花的精力和时间就会加重 但是带来的好处也非常明显 我们可以自定义很多东西 第二种集成方式叫做host payment page 也既称为将支付网关提供的iphone页面 迁入到我们自己的网站里 这样子的好处是Pen Data Pen Data数据不会流经我们的系统 第三种是计查即用 即支付的过程中 我们会跳转至支付网关提供的页面进行支付 它的好处是实现的非常快 但是不好之处也比较明显了 这个使用它的话 我们缺少对支付页面的自定义 可能很难去做到一些branding的效果 所以总的来说 host payment page是大部分支付集成 推崇的一种办法 所以我这里可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host payment page OK这是一个支付页面 大家可以看到 在支付页面里面呢 整个这个支付页面都是商家 都是商家提供的 host在商家的网站上 然而所有的卡信息 持有卡信息的这个页面 则是由iframe 内嵌在商家网站中 这个iframe呢 则是由支付网关来提供 当用户客户填自己的持卡信 持卡人信息的时候 这些信息是不会流进商家网站的 而是直接会发给支付网关 来实现最少的足迹在 最少的足迹在PCI scope内 OK 再讲完这块 最后一部分呢 是主要是关于数据同步的 因为我们在开发过程中 涉及到支付 涉及到支付 那就不得不提一下重复支付这个问题 重复支付一直都是支付 支付领域里面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其实说白了也就是数据同步的一个问题 如何能够保证数据 在商家 在支付网关 在支付处理机构 保持一致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难的问题 怎么样能够很好的 实时的保持一致呢 其实对于我们商家 对于我们一般的 支付功能 集成者来说 其实我们其实不关心支付网关 与支付处理机构的数据一致 因为这是支付网关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只需要考虑 我们的数据 如何能和支付网关的数据一致 就可以了 可能这样子说 大家还是比较 很难理解 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举一个支付同步的 支付失败的例子 比如客户发起 提交一个订单 到在线商城 在线商城 发起支付请求 发送给支付网关 支付网关 返回了支付请求 然后呢 然后在线商城将订单结果返回客户 这是一个 成功的例子 Happy Pass 但是呢 还有 但是如果这里 在支付网关返回结果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网络不可靠 比如说支付网关 这个时候荡掉了 比如说一些其他的原因 在线商城没有办法 及时的收到支付网关的 这关于这次支付的结果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对于商家来说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支付结果 呈现给客户呢 如果客户没有办法 及时的知道这次支付结果 他们有可能会重新支付 那么重新支付 就会造成一个重复支付的问题 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 影响我们的branding 说白了 这个就是一个数据同步的问题 怎么样来保证 在线商城的数据仓储 与支付网关的数据仓储一致 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列了一些checklist 我罗络到这里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都会从这几点去考虑 首先我们会做一个微信建模 会列出它的dataflow diagram DFD 然后考虑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我们需要考虑arrow case 需要考虑edge case 我们需要考虑最坏情况下 如何自动或者人工的恢复 第二呢 我们需要去及早的与支付网关 确认支付调用的最大超时时间 第三呢 是需要与支付网关商讨讨 最有效的获取支付最终结果的方式方法 第四 我们需要完善的定义 我们自己的支付状态机 合理的定义支付 支付处理中的状态 用于处理超时情况 以及我们还需要去与支付网关确认 三秒内正常返回支付结果的百分比 做到心中有数 直到我们设计的这一套同步机制 面对的支付场景到底是占比是多少 在考虑到这些情况之后 我这里列了一个 Draft的一个优化版本的数据同步处理问题 首先客户重新提交支付 这个时候我们会给支付一个初始化的状态 这个时候支付会发到在线商城 在线商城会将支付请求发给支付网关 这个时候我们会将支付的状态设置为支付中 然后如约而至支付网关 没有办法在规定时间内返回支付结果 这个时候在线商城就会自己觉察到 这次支付请求失败 而后我们会返回订单给客户 告知他这次支付仍在处理中 同时我们会和支付网关去建立一个连接 去获取最终的支付状态 当然不同的支付网关提供的方式不一样 有一些支付网关做的比较好的 他可能会提供一个webhook 每当发生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subscribe一个webhook 等待他推送消息告诉我们支付结果 当然有些支付网关可能没有没有做那么好 需要我们自己去不断的去拉数据 去获取最终的支付结果 当我们获取到了最终支付结果之后 我们的状态我们的支付状态将会由支付中 变为支付成功或者是支付失败 进而我们将最终的支付订单结果告知客户 这就是一个粗略版的一个支付处理 重复支付的一个方案 好 我的内容大概就讲完了 然后的话 接下来还是按照老规矩 我会去看一下当前有哪些问题 我去看一下有哪些问题 然后帮助大家解答一下 大家给我两分钟时间 先看一下 这里有不少的问题 我可以尝试给大家都解答一下 OK 第一个问题呢 指的是说的是支付网关的作用是什么 其实刚才在那个讲解过程中 给大家也说了 支付网关主要是用来处理支付的 它会和下游的收担机构建立关系 当然了支付网关 它可能不会只和一家收担机构建立联系 所以的话它会负责总处理所有的支付请求 第二个问题 支付网关属于客户端 商家端还是银行端 支付网关既不属于商家端 也不属于银行端 它是独立的一个支付服务提供商 它是用来去和收担银行建立联系的这么一个机构 由于它会涉及到信用卡信息的传输 所以的话它会有很重的PCI的scope 所以每年都会有需要花很大的精力进行一个PCI的审计 第三支付网关是三秒 中间的网不好会不会丢单 这是一个好问题 所以的话 这个三秒的话 其实是一个平均的一个水平 它并不是说肯定百分百都是三秒 至于网络不好 网络出现抖动有问题 确实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问题 但是支付网关会负责处理好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要做的 对于我们商家或者在线商城来说 我们要做的是 我们保证我们的数据最终和支付网关的数据一致就可以 OK 第四个是清算结算 如果要对账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这个要对账的话 这个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我之前和一些做金融的人聊过这方面事情 就是他们的对账经验的话 一般都是先从高到低去对 高到低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会先基于不同的 先是基于一个大的 比如说 group by customer 某一个商家 他所有的今天的总和 他的入单出单的价格 他的钱数是不是能对上 如果能对上他就不会再往下看 如果对不上的话 他才会去看今天这个商家发生的所有的 所有的 入的钱和出的钱 每一笔钱能不能对上 所以的话他们是采用这样子的策略进行对账的 就是 对 下一个问题 国内的转账和澳洲的区别大不大 其实 我对国内的转账不是特别的了解 我之前看过一些文章 说国内的转账可能更多的是 如果是银行内部转账的话 银行银行内部就可以自己处理 他不需要再通过中国银行进行一个转账 如果是跨行转账的话 所有的转账都需要中国银行进行一个处理 其实所以从这个上面来看 和澳洲的转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第六个问题 支付能不能 能不能实施 支票不能实施到账是什么原因 这个其实刚才流程上我已经给大家讲了 就是支票的话 它的原理实际上是需要扫描支票 还要发到清算中心进行清算 然后再由支票签发行将支票发送给清算中心 清算中心再发送给收款人的银行 整个流程里面涉及到了很多的很多的机构 很多的人 人为草 就是人工介入 所以的话 很难实现实施到账 对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 国际结算流程是怎么样的 这个其实我不是很清楚 国际结算流程是指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先跳过 先买后付 会做KYC know your customer吗 不然 不是 对 所有的 所有的这种支付 都是需要有 KYC 就是KYC的流程的 不然的话 确实容易白嫖 是必须要做KYC的 甚至有一些这种 有一些公司做的 会帮助别人去做一些收担业务 他们做一些平台的话 他们还会做KYB know your company之类的动作 之类的行为 对 然后 55了 还有4分钟 我再尝试回答几个问题吧 支付场景 或请在支付页面 支付场景非法 或请在支付 微信外打开订单 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支付场景非法 其实我没太明白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请在微信外打开订单 这个 就是 这个其实我没太明白这个问题 我先跳过了 支付接纳 为什么银行不用负责任 这个银行为什么不用负责任 因为 怎么说呢 银行 所以 所以这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3DS的引入 当 如果有3DS认证的支付的话 这个时候发卡行就会负责任 但是如果3DS不认证 其实是商家促成了这笔支付 所以 所以需要商家进行责任的承担 这个3DS只有境外卡才有吗 不对 3DS境内境外都有 它是一个国际标准 3DS国内也有吧 有的 有的 然后支付网关是支付系统的后端服务系统吗 支付网关是后端 它是 它是一套支付 它是一套支付服务 我可以这么说 就说 它提供了这种支付服务 别人发送支付请求到支付网关 支付网关就会对支付请求进行处理 因为它知道它下游连的这些收单机构 以及收单银行 以及卡组织 它知道这些信息 所以的话 它会处理这些 这些 这些情况 支付网关实质是什么 会不会遇到商家发送的信息 被截取到假网关 大家对支付网关还是蛮上心的 支付网关其实我那个网上 国内我不是特别清楚 国外的话是有名支付网关 比如说Stripe 比如说Fat Zeber 这些支付网关 他们其实做的动作 做的工作 其实我刚才都已经给大家描述过了 支付网关 商家发送的信息 截取到假网关 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东西其实支付网关都会 首先他们一般提供的这种 接口都是HTPS 同时他们会提供一套这种 就是有些网关 他会提供额外的 这种签名认证机制之类的 他会在你发起请求之前 他会要求你对你的数据 进行一个再签名 并且把签名内容附在你的 请求的header里 这样子来保证数据 数据防篡改 这种相应的措施 就是相当于是又多了做了一层防御吧 支付延迟对线上 有什么安全影响 隐患 OK 这个其实支付网络延迟对线上支付 安全隐患方面 我暂时没有想到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有延迟的话 客户可能会比较没有耐心 客户没有耐心的话 他们会做出很多 你很难想象到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他会打开多个网页 多个支付页面 然后可能会同时去点 可能会造成各种重复支付 然后造成很多不好的 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处理的话 就会造成重复支付 然后我们还需要给他退款 还有一系列后续的操作 所以的话支付 处理重复支付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常用的支付网关都有哪些 这个我刚才好像给大家说 国内的我不是很清楚 澳洲那边的话 我刚讲到的 比如说那个Stripe Fat Zebra Bambora之类的 都是一些比较常用的支付网关 如何保持事物的一致性 支付如果保持事物的一致性 这个话题点太大了 暂时可能没有时间给大家去讲清楚 因为这个要讲的话可能需要另外一个Session 跨境交易信用卡有什么难点 这个其实我没有设计过 所以很难给大家回答这个问题 OK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选上三个幸运者吧 我选我选的是幸运者是葫芦北被抢的小兔子 拉拉拉拉拉 还有还有那个happy happy every day的我 这三个人OK 好的分享就到此结束